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这块布局好做吧 来到我们的这个组叫中 Felm Navi 导航栏中 Scope的属性 然后在这控制一下什么就行了 我写一个什么UR 我怎么感觉跟那个一样呢 Display Flex 然后控制里面这个LRI的话呢 然后Flex 1 Flex 1 然后在这再控制一下 我们这个高度的话 我们给它也试一下 高度是多少 然后同样的我们LRI是多少 然后这就是让我们这一个 Type Slash Center 感觉就是快完事了呢 Type Slash Center 对吧 这样一个布局 那这样的话呢 是吧 就出现了就 非常简单的一个 这个正在正在热映和即将上映 好了 正在热映这一块 数据啊 别弄一一二三三了 你要真的给我取回来这个数据 就在这块 这些数据从哪里来呢 再找到这个接口 对吧 我们找到这个接口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地方来啊 这个地方来 有这样一个数据 第一个应该是第一 一条狗的使命 啊 没有问题 啊 插战警 对吧 没有问题啊 OK 取数据吧 这个数据的话呢 他说应该写在哪呢 你就是这个数据的这个过程 对吧 有同学说我写在这个正在上映 还有这个即将上映中 在这个块的话呢 没有问题啊 你写在正在热映中 写在即将上映中都可以 还有同学说 我我也写在这个feel目中 只不过通过一会儿 要通过属性的传过去 这也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啊 因为傅传子在把这个 取回的只传过去 那咱们在这的话呢 写在正在热映中 就行了 now plain 这个组件中 对吧 自己的组件 管理自己的数据 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数据的话呢 放在 我下面做的是 now plain这个组件 是这个组件 所以说我要在这里 啊 来请求我们的数据 就是对咱们的话 就在now plain 点vue中 来请求我们的数据了 对吧 以前这个数据的话呢 对吧 是我们写成 一一二三三 这些写死 这样一些纸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写在这 同样的我们在这 可以引入我们的 axxs 别忘了 每一个里面 都要自己引入 axxs 如果你觉得axxs 写了好多重复的代码 你可以再把axxs 再封装一遍 因为每次axxs 就在 传什么情统头 好像也好麻烦 那么你可以再封装一件 axxs 这都可以 UR 请求地址 给它写上去 这个地址的话 就复制这段地址 复制出来之后 好 把它给复制出来 放在这 然后的话呢 这是咱们的URL地址 再就是heathers 必须要模拟上 要不然数据 请求不回来 再就是我们找到 这两个地方 好 拿到 它的两段 情统头拼凑上去之后 我们一样的 跟之前的是一样的 第2 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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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吧 我又没写豆花 豆花 一会 豆花 这个 这个 OK 把这个豆花的话 给它加上去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这再去点赠 拿到数据的话呢 给它选到页面上就行的 同样的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数据 给打印出来 RES 点Data 保存之后的话呢 这个数据就已经成功地 选出来 打出来了 在这 在这里 应该是我们要的 这些数据了 OK 点 一会儿在 点 点 负药母子 复制给你的 Data 类似的 在这的话呢 我应该是 Data 等于个 IS 点 Data 点 负药母子 没有问题吧 这地方 Data 类似的 这是真有的 有之的 把之前这个假的数据 给它删掉了 然后在这块 在便利的时候 K值呀 来 画成真的吧 K值是什么呀 是叫做 FILM.ID 他给我警告了 对不对 他说你这个 弄成了一个什么 不是普通的这种东西 作为K值 要不然就死云 要不然就拿木板 你别用什么对象 做K值 我就用对象做的K值 显然是不行的 看我在点 我在点 怎么还真是对象呀 大写着什么呀 大写着什么呀 大写着 小写着吧 这不小写着吗 小写着 在这就是传这个值的时候 也给他点这个FILM.ID 好 OK的 这次不找我事 应该是 我们再看一下 对不对 炫出来了 没有 炫出来了 报错刷新一下 你突然看到 这不还有错吗 那之前的错误 行了 对不对 挺好吧 没有错 能不能把对象 直接炫到页面上 能不能炫对象 那在这只不过的话 咱们不是把对象 炫到页面上 这样一个目的 咱们是来着 在做自己的一个盗墓 结构了就 你可以想一想 对不对 你在负责这个组件来的时候 你干了活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把你的盗墓 结构 把你的数据给请用回来 怎么想到发 把这个盗墓 还原成你的设计稿用的 这个数据 那现在是数据是真数据 你要没有真数据 弄假数据 来把这个页面 给他还原出来 所以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有图片 这块我们有什么 RMG图片 SRC等于什么什么的 然后的话 我们不是做所有的数据 我们只要拿出正经的数据 就够了 我们现在有这个 这个标题 然后的话 我们在这把这个图片 给他选出 Data Data.2 点什么的 点什么呀 这个图片在哪呢 是不是在Postor这块啊 咱们之前好像 没有取过这个数据 取过也 取过Postor 你要忘了的话呢 自己再看一下 这个结构Postor里面 这就是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标题的话 Data.2 点内幕 那至少的话 我这个图片的话呢 是能够正常的渲染出来 我检查一下 看一下 对不对 没问题 在这里 好 把那格式给他样式 给他调整一下 对吧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调整一下样式了 在这里的话 我们怎么调整一下呀 一样把样式写在这呗 写一个 Style 好 我们写一个 这个SCSS Scoped 同样的 我们可以找一下啊 这一块是我们的 这个RI下面的 这个IMG 我希望他 对吧 IMG 在这里 宽度我们给他改一下 对吧 挺好 挺好 宽度挺好的 float 对吧 我们float left 然后的话呢 倾向浮动 要不然全都浮起来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对吧 至少这样一个样式来说的话 是吧 哎 别忘了再刷新一下啊 因为我说了 每次加的新的style之后的话呢 他有时候啊 他不会自动刷新 他不生效呀 就在这一块 你得自己的话呢 手动的刷新一下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至少呢 这个格式来说的话呢 对吧 没有什么问题 好 这是咱们的这一个格式这一块 把脑普令这个字给删了 从哪来的一个脑普令 上面这块我自己写的 给它删了 对吧 这是咱们这个结构 正在热 这个电影啊 还有这些这些这些都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大家会发现 我滚到最后的时候呢 就会被挡着了 对吧 是因为什么呀 是不是因为这块的话 咱们脱离文档流了 咱们给它盖住了而已 对不对 所以在这块 不管是这个页面 还是这样的 切换到影院页面 咱们都会被挡着 所以在这你最好的解决方案的话呢 应该是在最外面那一个 最外面这一个地方的话 这是咱们第一个容器 你应该将这个容器的话 对吧 这是加在里面 这所有的这些什么 电影啊 影院 切换我的这样一个容器 就在你要保证这个容器的话呢 跟它底部的话有点距离 要不然的话呢 都会被挡住 设计一个 马根包特就行了 就一下 设计一个 马根包特就行了 所以在这块 咱们给这个容器的话呢 对 加个标签 然后给它设计一点 设计一个属性就行了 所以在这 加一下就行了 OK 在这里的话 咱们给它加一下 对吧 距离底部的话 对吧 马根包特 设计一下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 至少 跟它底部的话 有这个20px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挡不住了 至少是 哎 没挡住吗 刷新之后 我写的有问题了吗 是50吧 我是不是底部 tip吧 甚至是50的高啊 50的高 那这样的话呢 挡不住了吧 对不对 所以在这块的话 就是我们此时 这个section 这段 这个DIV盒子的话呢 它在这块 是有一个50的box 然后就这个px 所以这样的话 就挡不住了 就这样一个 觉得是吧 最简单的这个效果 已经出来了 当然这块有东西说 那接下来我看一下 如果让我选 这些什么主演 这些数据 评分这些数据特点的 评分这些数据的话 直接去点出来就行了 什么评分 点那个什么 8分 点grade 点这个美国100分钟 美国100分钟 100分钟 在这点run time 都能点出来 主演这块在哪呢 主演这块好做吗 我给你看看下 主演在这 诶 这怎么整 大家看一下 我想说这怎么整 这是个书组啊 你怎么怎么整啊 再写个位刚送 把它们连在一块 这样去写 写在这块的话 嗯 好 咱们把这个主演 给大家弄出来 啊 把这个主演 主演 嗯 在我们的 noplink中 有一个主演 这样一个东西 咱们放在 p表签中吧 啊 p表签中 来了一个主演 哎 这一块 主演 冒号 好 运行之后的话 在咱们的页面中 显示的 没有问题 ok 都有了 接下来 在这块的话 大家想 有很多想法 说什么 再来一个 暴循环 再来一个什么 大家看一下 我写成这样 你觉得好不好呢 或者这是不是对于VUE一种 更好的一种运用呢 对它支撑点的一个运用 我在写一个什么呢 这个主演叫什么 data. 哪个属性里面 actors 是不是 是这个属性吧 actors这个属性 然后呢 我写这样一个 然后我写一个什么呢 这个actors fielter 他知道我在写什么吗 他知道我在干什么吗 我这什么支持点呀 过滤 能行吗 这个 不让我写呀 可以写过滤器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 因为这个过滤器来说的话 是处理nope令的 你可以在这写一个 当然你也说 那那个什么 即将上镜 它得有过滤器 那你可以担动了 把这个过滤器 给封装在外面 然后去用它 那都行 这不是行 一个普通的模块 来用一下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扩展一下 自己的这个这个文件夹的一个结构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夹结构 叫fielter 这里面有很多的过滤器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就右键 新建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actors 这个fielter 咱们大写的吧 actors fielter 这不是 有些人还准备把这块的话 写成一个什么呢 写成一个这个.voe文件 这就是一个普通通的一个 顾虑器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的话 就写成一个 这个actors 点fielter 就行了 一个gs文件而已 那在这的话 字母在写呢 我们无非是写 voe 点fielter 然后在这块 把这个顾虑器的名字 给它沾过来 后面这块的话呢 是一个回调函数 咱们写成箭头函数的 这样一个写法的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voe从哪来的呢 empart 导入的voe fromvoe的 定义成一个 全局的一个过滤器 好 在这导入这个voe 那在这里的话呢 把这个地方打印一个log 大家会知道 前面那个值会被传进来 就在这里打出这个data来 过滤器 写完了 然后在这的话 把这个过滤器 你可以 有的人说 这个过滤器的话呢 我需不需要导出去 其实最终的话 你想把这块代码 给它加载进来就行了 你导入之后 只要这块代码被调用了 这个过滤器就被注册上去了 就一个全局的 所以导不导出去 无所谓的 咱们之前讲这个模块的话 是说 我希望用这里面的东西 其实要是我不写在这 我直接附在这 就完事了 我只向他们执行一遍就行了 我不需要说 还得给谁来用一下 只要让这代码执行的 这个效果就立马就好用了 然后所以在这块 你可以先放在这 让它好用了 我们再给它点出去 所以你得知道 这种模块的话 它不一定会得导出东西去 我只要放在这 我一保存 我一保存 我一保存之后 看一下 每一个能不能打出这个data来 那么看一下 在咱们自己的代码中 果然 data全部给打出来了 所以在这是好用的 如果在这块 所有的都返回一个11 那最终这个过滤器过滤完了 结果就是11了 所以过滤器是生效的 那在这你要放在外面的话呢 对吧 也行 把它给剪出去 这二代码别放在这里面 因为其他人还得用呢 我做成一个可复用的一个模块 放在这样一个文件中 那这样我写完之后 再把这个模块给导入进来 只要它能执行了 就立即好用了 怎么导入这个模块呢 不一样吗 iMPART 导入 哪呀 我觉得ant符号比较好吧 ant符号 Felter Felter 斜杆 Ancter Z Felter 0.gs 可以省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也保存之后的话呢 对吧 把这个模块导入进来 像会一样不 一样 刷新一下 一样 一样 那接下来的话呢 无非就是把代码给分离出去的 为了下一个页面 还能非常轻松的来使用这个过滤器 对不对 那在这 这里面的话 你不能在这 突然一一啊 你这是拿到了一个数组啊 你要干嘛呀 把这个数组给便利了 把里面那个点内幕给拿出来 拿出来最后拼成一个字符串而已 就在这块 这就是需要 我把里面这些内幕都给拿出来呀 怎么办呀 这个地方 快想一想 便利吗 哎 你看有人想了更好的方法了 对不对 来一个 这个结果result 确实这个manf更 更给力一点 对不对 manf我们可以把这个 数组的话呢 把它全部给他 做成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 此时相当于 data是这个原数组 然后我们通过manf之后 把数组这个以前是一个对象 把每一个对象 映成他自己里面这一个 唯一的一个属性 就这个 值行不行呀 打印一下result 看一下 对吧 这是对于咱们 gs的一个使用 最终打印出来这个结果 怎么样 对吧 这使用呀 数组里面每一个元素 是一个对象 我现在把数组里面 每一个对象 我愿意映射成 我愿意映成11 我愿意映成curven 那这样这个数组里面 每一个对象 都变成curven了 我现在给它映射成 它里面某一个属性 怎么不行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成功的实现了 这个效果了 把这个东西的话呢 怎么办呀 把这个数组的话呢 你说把这个数组 返回出去怎么样 把这个数组返回出去 就显成这个数组 还冷 然后再再点点照应一下吧 来吧 怎么怎么照应 照应成什么就行了呀 它有个空格 还是个什么呀 它原网站是 有个空格吗 算一个空格 咱们一样照应是 加上一个空格 那最终的话呢 咱得把这个结果的话呢 对吧 变成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你说形成一行呀 我这个不会做 就是一行这个 这个我真不会做 你这块你不要难为我 我只是一个写代码的人 这写成一行 好了啊 大家在这块上 将来会有一个bug 我记得这个网站中 我又不记哪一块的话呢 是 网站滚的时候的话 好像是有的没有主演 有的没有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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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些电影是没有主演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原网站 有没有没有主演的 这个电影呀 哎 有的没有评分 但主演好像都有 好像最近的电影都有主演了 他有的电影是没有主演的 看经济上线这个呢 有的没有 不是没有主演 但是动画片啊 动画片啊 没有主演呀 那也不叫配音演员 那叫配音演员 那也不叫主演呀 对不对 你不能说主演是配音那些人呀 他没有主演的 啊 有三五演员啊 有啊 你给我看见了啊 在哪个 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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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在这 三流勇士 挺好的 又不是下流勇士 你们想什么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下流 这个三流勇士这个 咱们看一下三流勇士这个数据 它返回的是一个 数组吗 还是 什么东西呢 咱们看一下啊 三流勇士这件东西 不是在这 往上走 在这呢 好 三流勇士这个actors 返回的是 压根没有actors这个属性 你看见了吗 所以如果是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也就是说过滤器 相当于在用过滤器的时候的话呢 他可能会把这个 对吧 咱们这样呗 直接给他用一下 得了 用下这个接口 对不对 将来咱们一定会运用这个问题的 那咱们现在趁现在给他解决完了就 我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在这 把这个地址一换之后 把挺住地址一换 放在这里面 咱们这个代码就得报错 你一定要记住这种错误啊 怎么去解决的 保存之后 哎呀 抱错的 什么点map 未定义 你从来看到这种错误 就解决不了了 你就想一想 你在什么时候调用过map方法呀 咱们自己写的过滤器中呢 这种问题来说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 咱们 习惯性的认为 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数组中每一个对象中 它们都应该具备相同的属性 但是有些网站就是跟你不按套路出败 它有的有这个属性 有的没有 所以就会导致你 如果按照同样的思路来处理 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的 所以在这块 事实上是我们的这个 axer在打印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打印出ontiphan的来 因为当时你点那个axer属性 有一个被点出ontiphan的来了 没问题吧 如果对于这个 如果是预见的 data ontiphan的情况 咱们应该在这干啥呀 reput一个什么呀 什么什么空 赞无什么 主主演 保存之后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对于咱们这个 改成怎么样呀 赞无主演这个 成功了吧我们 所以在这的话 你得知道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啊 对不对 那这样一刷新之后的话 八个就没有了 咱把这个log给它 注释了 所以有些东西的话 是你一开始没有想到 后来写代码 遇到错误了才想到了 知道怎么来解决 知道怎么来调查bug OK了 至少对于现在这个网站来说的话 是挺好的 成功了 到这儿 下节课自己先试一下 到详情页面中 能做出来吗 对不对 那好了 试一试